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官兵确诊率居高补下 政府的数据显示 本地公共医院这个月的病床使用率 至少有三天平均逼近90% 陈独生医院的病床使用率更是多日爆满 来看记者陈思璇的报道 从今年1月底起 奥密克戎疫情加剧 病例从3000多起上升到5000多起 到了2月 不少天数更出现过万起的病例 各大医院的平均病床使用率也跟着上升 从农历新年假期后 一直维持在86%或以上的水平 当中陈独生医院的病床使用率从1月底开始 约有两个星期处于爆满的情况 专家说尽管床位爆满值得关注 不过重要的是 需要加护病房护理的患者 依然维持在低水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